哈囉大家好我是尾巴 既上次喝中山區的奶茶 今天要用奶茶護照來喝信義區的奶茶 畢竟護照中合作的廠商頗多的 所以就來喝Part 2 喝好喝滿 那一樣有請到好友琪琪來參加 嗨大家好我是琪琪 今天又來喝飲料囉 其實上次飲料應該喝得滿開心的吧 畢竟很少一次喝到那麼多不同種的飲料 對啊這是我第一次喝到這麼多不同種的飲料 而且還這麼的豐富 那在喝的過程中都會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那這次一樣呢準備了多種不同的飲品 然後讓你再體驗一次幸福感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進主題吧 走 本次所訂的是信義區店家 分別是慈禧茶坊的深培奶茶 酒茶的女巫奶茶 畢可蜜的招牌茶奶 鐵觀音茶奶 冬瓜檸檬 以及鳥日子的煙紅可可飛紅北島牛奶 舊愛鳥紅北島白玉 舊愛飛紅北島牛奶 以及鳥巫賭稀有 可惜慈禧茶坊星期天未營業 和酒茶營業時間比較晚 沒能買到要喝的飲料 首先我們來喝的是 碧可蜜的鐵觀音茶奶 和招牌茶奶加琥珀珠 我先來試喝 鐵觀音茶奶 好換我 然後是招牌茶奶加琥珀珠 你覺得怎麼樣 首先鐵觀音茶奶呢 它的鐵觀音的味道是 我自己不喜歡的啦 因為我個人對茶的味道 比較不愛 就是它的那個味道比較重 然後招牌茶奶的話呢 它的茶味還OK 然後它珍珠是偏軟爛的口感 但整體還不錯 那因為這個是微糖啦 所以還OK 我剛剛喝了這個鐵觀音茶奶之後 我覺得對我來說 它好像有一點色 偏色一點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都是選擇微糖 所以如果要喝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就可能拌糖之類的 對 那這個茶奶相較於鐵觀音來講的話 比較好喝 對 那珍珠的話它真的還滿軟的 對 它偏軟爛爛的 可是還是會 還是有一點彈性在那邊啦 所以 茶奶我覺得還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喝 鳥日子的三杯飲料 那因為他們家的特點就是 他們字都非常的長 而且很難唸 所以我就只要唸一杯就好了 那首先我們等一下會先喝的是 煙紅可可飛紅北斗牛奶 另外兩杯的話就是 北斗白玉跟北斗牛奶 這樣 好 那來尾巴先 首先第一杯很像可可牛奶 只是比較可可味沒有那麼重的可可牛奶 然後第二杯的話呢 它珍珠很有嚼勁 我還沒喝 不不期待 這一杯珍珠很有嚼勁 然後奶茶其實算是滿適中的 然後因為我們甜度都是微糖啦 所以它不會很甜 口感也不錯 然後這一杯的話呢 它是 茶味應該算是比較 比起其他兩杯的話就是比較重一點 但整體算是順口的奶茶 嗯 我覺得第一杯的話 相較於 就是這三杯比起來的話 第一杯是最好的 因為它就是可可牛奶 我喜歡喝可可牛奶 那這一來是北斗白玉的部分的話 它的這一杯奶茶味道有點特別 對 但是我也很喜歡它的這個珍珠 非常有嚼勁 真的很有嚼勁 會讓你一直想要去喝它 但是因為有珍珠的關係 所以相對會整體會比較偏甜 那我們是選三份糖嘛 嗯 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選五糖之類的 對那這個北斗牛奶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茶味蠻重的 但是它的奶味也蠻重的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就是比較 整體會比較順口啦 接下來我們要來喝的是 不是奶茶類的飲品 分別是碧可蜜的冬瓜檸檬 以及鳥日子的鳥屋篤西柚 那這兩杯呢 希望不要完勝前面五杯 因為畢竟好像是排行榜上 滿有名的飲料 那我們就來試喝囉 嗯 首先那杯呢 它冬瓜味非常的濃厚 加一點檸檬 非常的好喝 而且這個五糖就超好喝的 我個人蠻喜歡這一杯的 而且這杯是做熱飲 然後那杯的話呢 它柚子味雖然帶了一點苦苦的味道 但是整體呢 算是蠻清爽的飲品 兩杯都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比前面的奶茶好喝多了 這一杯是五糖喔 哇塞 那真的選五糖就可以了耶 我剛剛都沒有發現它五糖 它就冬瓜的甜度啊 對啊就完全就是冬瓜的甜度 我也很喜歡這一杯 對 那鳥屋篤西柚的話它 而且它在喝的時候它可以喝到 就是裡面的顆粒 然後它非常的清爽 如果是夏天的話就都可以喝 夏天我就會喝這個啦 冬天的話我可能就會喝冬瓜檸檬 讓我補充一點熱量 OK 那我們個人是蠻愛這一杯冬瓜檸檬 這杯 那我們喝完畢可蜜跟鳥日子的飲品啊 那平心的論你最喜歡哪一杯呢 這七杯這樣子喝下來的話 前三名我會認為是冬瓜檸檬 還有這個可可牛奶 對 那冬瓜檸檬的話就是平常想喝甜的 就都可以喝 那今天我不想要太大的負擔 我就會選擇西柚 那如果說 嗯 沒事想要有點可可味的話 就會喝可可牛奶 那你咧 我的話我個人也是喜歡冬瓜檸檬 那因為這個甜度呢是我自己蠻喜歡的 然後加上有一點檸檬的酸味 那如果想要清爽感呢 我也會選這個鳥日子 欸鳥又賭西 欸鳥什麼 鳥屋賭西喔 明珠什麼要這麼難取 那 另外五杯的話呢 我是喜歡這個珍珠的口感啊 當然會搭配其他的飲品來喝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喝的飲料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分享影片 也歡迎你們留言你們最喜歡的奶茶給我 另外我會不定期更新其他影片 記得訂閱開啟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發布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